蜜蝶香花园 大家好,我是Erica 欢迎您来到蜜蝶香花园香草去 今天有没有发现我准备了特别的水果 今天不是只是来介绍水果 要介绍这个水果产生的经验 对我们人体的抗癌有什么样的妙处 那这边我准备了两种的柑橘类 那这个季节在秋冬的时候 美国有非常多的柑橘盛产 你可以看得到说这两种柑橘的皮 右边这个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所谓的甜橘或甜橙 那在亚洲有时候会讲成是香吉士 左边这个橘子的颜色很奇怪 对不对,很像淤青的颜色 而且很像是血 很像是有点像我们那个肩脖曲双微血管浮出来的这个颜色 这就是血橙 我第一次在这个超市远远看到这个橘子的时候 我非常好奇 因为我那时候以为说它怎么放了一堆烂掉的橘子在那里 后来我们听看才发现它是叫blood orange 就是这个血橙 就是我们现在非常流行在使用的一种柑橘类的一个新品种的精油 那这个血橙精油 顾名思义就是说 因为它的果肉 翻过来看 它的果肉呢是非常的这个深色 就像血一样的颜色 我切一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体型也比我们传统的橘子来的大 那它的果肉呢其实比较细致 你看它每一颗都一样是这样子 非常非常的这种深色的血红色 那它的果肉呢比较细比较软也比较多水分 比传统的这种橘子有水分 那它的颜色这么深呢 你会想说那它好吃吗 它非常好吃 它的水分很甜又不酸 那它的这个品种呢其实是跟葡萄柚去演化出来 交配出来的一种新的一种柑橘类的品种 那以前美国也没有这个品种 这几年来还蛮热门的 在欧洲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品种 那这种颜色呢 这种柑橘呢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在这个植物在演化的过程当中 只要是比较深红色或深蓝色的水果 像你想到的这个蓝莓啦 好像这个黑莓啊等等 这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和皮肤 比较不会被脂外线的影响跟伤害 那植物在演化的时候它也是这样 它就是这些颜色呢 它保护它自己比较不会被晒伤 或是被晒死 它就没有办法繁衍它的下一代 那等一下呢 我还来介绍这几种柑橘类它的精油 有什么样的好处 好那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个甜菊啦 然后血层这个果肉 非常非常有趣对不对 它深红色 可是它精油不是深红色 它的精油就是一般的那个淡淡的黄色 我这边有三种不同的柑橘类的精油 这个是在我日本买来的 它是一种特别的一种柑橘 那它这种柑橘呢 它其实不是冷压 一般柑橘就是冷压法 那冷压法跟这种蒸馏法的柑橘 精油有什么不一样 这种精油就是如果是用蒸馏的话 它是比较不会有光明感的这种精油 可是它的味道也会比较淡 那像这种葡萄柚跟血层精油 大部分就是用冷压的方式 它的味道会比较浓郁 那血层精油呢 它其实是在所有柑橘里面 包括像葡萄柚啦 甜橙啦柠檬里面 它是柠檬锡相对来讲 是比较高的一个植物的一个成分 那因为柠檬锡 它在我们人体上面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在美国杨栗商大学 有长时间追踪了大概十几年的研究 最早从细胞实验 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 男生女生等等 一般人 还有乳癌病人 不同癌症的病人 甚至他们来分析不同的植物精油 后来发现说 所有精油当中 就是以柑橘类的这个柠檬锡的这个成分 是对我们的乳房是最有保护力 他们甚至把这个大量的这些柠檬锡的成分 让这些人涂抹在身体上面 后来再去追踪 发现这柠檬锡很有趣 它会聚集在它的乳房 或者是在这些臀部 比较多脂肪聚集的地方 所以呢 我后来就会非常建议说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困扰的民众 不管是你有乳房纤维囊肿 或者曾经有开过乳癌 或者像肾乎性肥大大肠还厚的人 你都可以把这样的精油 加入到你的按摩油当中 通常这个成分要用的比较高 因为他们在实验里面 甚至用到10%的比例 都没有产生不良反应 所以有时候我会建议到 民众可以用到5%以上 在你的这个按摩油里面 那柠檬锡呢 其实在某一些植物里面 也有这些成分 比如说像绿薄荷 Sbelme 它也有这个成分 那唯一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像柠檬锡这个成分呢 柠檬就是这个 柠檬我们常喝的那个 吃的柠檬和柠檬汁 锡就是一个火之旁 在一个希望的锡 那它呢 在保存上面要特别特别注意 如果你不会保存 你就白买它了 因为它很快就会被破坏 只要在摄氏25度C以上 它放在室温当中 几个月的时间 它就会降到不到50% 也就是说它的有效成分 减少了一半以上 那如果说你放在这个 冰箱低温的情况下呢 冷藏 它可以继续保存在这个 90几%不会降低很多 那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 如果你是买100cc 或30cc的柠檬精油 或者说像写成精油 甜菊精油 葡萄柚精油回来的时候 当你用到一半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很麻烦 你一定要把它换到小瓶子里面来 尽量让它的空间的这个空气呢 跟这上面的瓶盖呢 空气不要太多 之后再把它放回到冰箱里面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精油 尤其是像柠檬柑橘甜橙 写成这类的精油呢 效果可以保存的更好 那今天呢 我介绍这个柠檬西跟这种甜菊精油 它的水果到底长什么样呢 到这边 那欢迎您呢 对我们的节目喜欢的话 方您就可以点赞啊 按分享 还有就是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在这个圣诞节 跟感恩节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这种精油的活动 欢迎到美国眉蝶香花园 来查看你喜欢的精油种类 谢谢大家